第481章回家的路 其他队员看着宋昌林 不得不承认 这似乎是他们返回地球最后的希望了 而且 似乎也有条件和机会实现 过去30年 他们被占据了身躯 也被魂巫宗的人强迫当成是奴隶和劳工 钻研各种巫术与科技结合的技术 虽然艰难 但却颇有成果 走出了一条奇特的科技术道路 比如战神型号的机械人 当然 还有其他各种新奇的技术 尤其是当初这艘先驱号的航天飞船上 装载有很多30年之前地球上最先进的科技仪器 多以军事科技为主 诸多技术 便是30年之后放在地球上 成功孵化出来的话 也足以令许多人感觉到震惊 而如今 这些技术在这个矿藏丰富的星球上 得到了完美的利用和孵化 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远超当初地球科技所指向的方向 如今夺回身躯的控制权 他们还年轻 还有时间 来寻找那个或许存在的时空裂缝 反正 只要是找到一个目标 就足以支撑起他们生命的热情 于是 安德鲁 苏挫 宋昌林 他们很快就投入到了各种研究和计算之中 李牧则是在基地之中 很好奇的东逛西逛 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除了这个主基地之外 黑衣人组织在整个神州大陆上 还建立了其他一些分基地 早在一日之前 李牧就吩咐四大刀谱 前往各地 控制了分基地 主基地之中 大约有五百多人 其中互为二百多人 其他的却都是魂巫宗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 这些人有男有女 都是很小时候 就被掠到这里 以地球科技加以培养 如今也都是掌握着高科技的人员 相反对于五道却并不通晓 甚至都不知道基地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完全可以充当21名队员的助手 那些以活人为实验体来进行各种改造的计划 暂时被封停 魂巫宗从各地抓来实力不等的五道强者 尤其是以肉身强悍者为多 来改造成为战神系列的机械人 获得成功 7日追随李白来到了这个星球的弟子 除雀余画龙 江青鸾二人之外 其他人 也都被改造成为了机械人 他们是被江青鸾这个地间出卖 成为了原材料 一番查询之后 李牧得知 昔日在神木之中被他琴下的数十个机械人之中 有三个正是于画龙的师兄 李牧将这些机械人都交给了苏挫等人 尝试修复且尝试唤醒这些人的原本意识 战神系列的机械人 其实是还具有本真生命的 只是被洗去了记忆 自我意识和一些神经反应被篡改了而已 或许有可能让他们再度恢复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至于苏挫 宋昌龄等人 能否最终找到那条所谓的时空裂缝 李牧其实并不是非常抱有希望 在他看来 宋昌龄的理论有可能是对的 有可能是错的 但哪怕是前者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验证 等到真正找到那一道时空裂缝 也许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时间太长 李牧等不起 李牧如今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找到当年的那条线路 然后逆向回去 而找到线路的线索 就落在了曲王江青鸾的身上了 他与于画龙两个人 是当年从地上踏上线路 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于画龙处于魂魄状态 不太稳定 江青鸾应该是有完整记忆的 这也是李牧这几年一直都不杀这个地尖的原因之一 李牧重新布置了这个基地的防御阵法 然后又开辟了一座通往太白城的小型传送阵法之后 才离开基地 带着江青鸾 返回到了道路 基地中 你不该向李牧透露那么多的 租错看着宋昌林 突然开口道 尤其是时空裂缝或许恒定存在的理论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这个秘密 一定要绝对保密 宋昌林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 身材敦实 国字脸 一笑就很容易让人将他与憨厚老师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八十年代的理工男 文言差异地道 小苏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竟然怀疑小木 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租错则是那种长相看起来典型的江南美女 肌肤如玉 身形美好 个头大约一米六四这样 只是眉目之间 少了男方女子的温婉 多了几分英气 气质偏冷偏硬 看着直肠子的宋昌林 苏错很理智地解释道 文言很感激小木救了我们 但是 事情涉及到整个地球的安危 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 来到这个世界 见到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万一小木并非是地球人 而今天这一切 都是魂巫宗的圈套 那一旦找到时空裂缝 暴露了地球的目标 将可怕的灾难 带到地球上 那我们可就成为了整个地球的罪人了 可是小木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破绽啊 宋昌林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这个世界的那些武道强者们 手段很可怕 可以夺射 又有谁知道 会不会夺取记忆呢 万一他是夺取了什么人的记忆 那苏错无比担忧地道 这不可能吧 宋昌林道 小木可不像是夺射他人的恶魔 小苏你是不是警觉过头了 苏错道 不得不小心啊 昌林 这个世界里的一切 简直就像是神话小说里一样 修炼者可以飞天遁地 宛如超人 完全打破了地球上的物理定律 对于地球科技文明来说 是一次摧毁性的否定 我们三十年没有回家了 也不知道如今地球上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 就算是科技在发展 只怕是也难以达到抵御这个世界的顶级武道强者的程度 一不小心 就是一场灾难啊 这道也是 宋昌林赞同地道 当他们刚来到这个星球 看到那些宛如超人一样的强者时 内心也是崩溃的 宗措继续说 魂巫宗想要利用科技回到地球 他们去干什么 你我 还有安德鲁他们 应该是以清二楚 谁知道会不会有第二个魂巫宗 还是小心为妙 我会去和安德鲁他们谈这件事情 关于时空裂缝的研究 一定要小心保密 不能绝对确认小木可靠的前提下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说到最后 苏挫神色坚定地道 如果无法确保地球和祖国的安全 那我宁愿这一生都被放逐在茫茫星河之中 也不能冒隐狼入室的危险回去 宋昌林张了张嘴 没有再说什么 中国的两位科考团员 苏挫是上级 这位团队中的大美人 据说曾是无比瞩目的天才级人物 参军报销足够 但后来因为感情上的一些挫折 备受情商 所以才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了科考团 宋昌林知道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 苏挫无比要比自己这个纯粹的理工宅男要更加理智和全面许多 只不过在内心深处 他依旧不相信李牧会是坏人 然而令苏挫和宋昌林都没有想到的是 所谓的时空裂缝还没有来得及经过他们各种的科学理论 手段的推算和寻找 李牧就已经找到了 10日之后 原来所谓的仙路就是一条时空裂缝 神问完了江青鸾之后 李牧来到了这颗星球的外空领域 他撑开刀翼领域 站在天穹的至高处 已经接近脱离了这颗星球的大气层 天眼开启 看着前方大约数千里之外的虚空之中 一道大约数百米长的宛如水波褶皱一样的波动 若有若无 这一道空间褶皱隐藏于黑暗虚空里 非常诡秘 十有十无 似有大道气机遮掩 就算是有极道强者 从其旁边经过 若不仔细观察 也极难察觉 若非是李牧先天公有成 天眼的威力增加 且从江青鸾 与画龙的口中确定了大概的位置 说不定在用数十倍的时间 还发现不了这里的益处 让他意外的是 这条线路看起来 与宋昌林描述的恒定时空缝隙非常相似 江青鸾说过 这条线路无法逆向而行 因为它通往太阳系 也就是修者们口中闻风丧胆的兴奋 乃是紫薇心欲之中一大绝地 当初 那白色兽牙的主人 也曾尝试过从这条线路前往地球 但却失败 不过 不是一世 如何心肝 李牧慢慢的靠近 他精神力如丝丝缕缕的触手一样 深入到了那一条时空裂缝之中 仔细观察感受 片刻之后 他操控一柄飞刀 直接进入了这一道空间褶皱缝隙中 瞬间 飞刀就失去了控制 但是 如泥牛入海 其上的精神力感知被切断 无法感应到了 连续尝试几次 都是如此 是因为褶皱之中 空间距离瞬息千万里 所以才失去了控制 还是说 因为这时空缝隙之中 有大道法则隔绝阻断一切 李牧继续靠近 拿出一把长毛 一半伸入空间缝隙之中 然后再抽出来 长毛完好无损 然后 他又试着将手指伸进去 一种熟悉的感觉传来 是当初老神棍用阵法传送他来开地球时候 阵法发动时那种失重的感觉 手指冲回来 也是完好无损 当然 这并不代表着没有危险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 李牧一直都在这个空间缝隙面前观察 尝试实验 一个月之后 我想我大概是找到回去的办法了 李牧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地球已经近在咫尺 不过他没有急于进去 而是返回到了脚下的星球中 离开之前还得安排一下事情 第482章等待的那个人 李牧来到这个世界本该无牵无挂 但是是如潮人如水 人终究是社会动物 就算是在刻意躲避 又如何能够避免与这世界产生纠葛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是要不要将清风明月等人带到地球去 还有花响容 以及小女英李安之 她心中有一些犹豫 所以她先来到了科考团基地 什么 你已经找到了时空裂缝 上帝啊 真的假的 这么说 我们可以回去了 李 你不会是神仙吧 科考团的21名队员 听到了李牧带来的消息之后 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兴奋之中 按照他们原本的计算 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依靠收集而来的数据 推算出一些眉目 但是现在 好消息来的如此突然 朱挫和宋昌林两个人 也是震惊莫名 他们之前私下里 还商量过 一旦找到空间缝隙 该如何保密 如何再次验证李牧身份的正确性 如何确保万无一失 但是现在 却是李牧找到了空间缝隙 在哪里 朱挫也有些激动地道 李牧道 在这颗星球天外 放心吧 确认无误 的确是通往地球的空间缝隙 不会有问题的 这其中还有其他一些故事 你们准备一下吧 一个月之后 我们乘坐先驱号飞船出发 我会带你们到空间缝隙进前 他没有将地球先贤开辟先路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回到地球之后 这些人必然是回到各自的国家 这种事情一旦在地球上传开 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谁也无法预料 会引起什么样的震撼和波动 太好了 哈哈 我就知道 小木你没有骗我们 总昌林兴奋地吼了起来 话说出来 又突然反应过来 好像是透露出来了什么 连忙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苏挫 苏大美女也是无语 李牧微微一笑 她的直觉何其敏锐 如何会看不清楚这些人的心理 不过也没有在意 这时消息在21名队员中间传开 作有人都兴奋地狂欢了起起来 有人激动地流泪 有人跪地祷告 有人则捧着妻子儿女的相片亲了又亲 却又泪流满面 李牧离开基地之后 回到了太白城 当炉中 我要离去一段时间了 她将明月 清风等心腹 叫到了跟前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也许用不了多久时间 就会回来 也许会花费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管发生什么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需要你们来撑起太白城 她最后的决定 是不带清风明月等这个星球中的任何一个人 因为江青鸾说过 新坟对于外部的生灵 强者有着极强的排斥 便是当年明光先帝 白色兽牙的主人等存在 试图通过先路侵入地球 都失败了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清风明月等人 只怕事业不例外 会有危险 这意味着 除了王施宇和哈士奇之外 李牧基本上 无法带任何其他心腹回到地球 公子爷放心 我会管理好太白城 清风从来都是这样 无条件的接受李牧的一切安排 绝不多嘴 这一次也是一样 她很认真地点头 第一时间就接受了李牧安排重任 这个多至近乎于妖孽少年 从来都是最让李牧信任的一个 我会对外宣布 尽如闭关 冲击破碎之境 外界不会知道我已经离开 李牧陆陆续续 安排了很多 次大刀仆 缘后 都会留在这里 听从你的差遣 从今以后 你就是这太白城的主人 一切大小事宜 皆以你为准 从心而觉 不必纠结 李牧道 清风明白 还有 如今天地灵气涨潮 大事来临 只怕适用不了多久 这颗星球会升级为九等星 天外修者就会很容易降临 进行争夺 不过天地道则对他们的压制之力 最少也是要百年之后 才会完全消灭 所以百年之内 这里依旧是本土强者的主场 有四大刀仆坐镇 又有元吼协助 再有太白山大镇作为依托 太白城未来应该没有多大的危险 但是 依旧要小心经营 将天外修者当成是假想敌 一刻不敢放松 清风 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这一次 拜托你了 清风点头 听着听着 他手指捏着轮椅扶手 指节都发白了 聪明如他 从李牧的话中 已经听到了一种分别之意 而明月却在一边 眉心眉肺着急地道 公子爷 你到底要去哪里 不如带上我 我最喜欢出门到处去玩了 好好照顾清风 你不是发过道士 要保护你的清风哥吗 李牧训斥他 清风明月二人的机缘 可以说是运气逆天 他们都吃过人参果 体质近乎于仙 这个星球的秘籍看过无数 且又有天外功法修炼 还有李牧一边指点 个人实力都已经飙升 直逼大圣境 再用不了几年 趁着天地大势增强 进入破碎虚空境界 也不是问题 人参果的要力 当真是恐怖无比 就连缘后 修炼八九玄弓和金斗云 实力已经到了大圣境 肉身强横 精通幻术 尖速度无敌 在这个星球上的战力 已经可以与四大刀铺中的任何一个媲美 仔细算起来 太白城如今的隐藏实力 就算是没有李牧 也堪称是冠绝神州大陆 一番交代之后 李牧又将逢袁新 马军武等人太白城正式官员招来 一番叮嘱 我欲闭关 苦修仙道 出关之日 遥遥无期 所以 从此以后 直至我出关之前 城内大小事宜 皆以清风之令为主 清风之语 如我亲领 你们也是太白城老伙计了 当尽心辅佐清风 不要让我失望 大人放心 马军武等人 都拍着胸脯保证 他们对于李牧 是绝对忠诚的 因为李牧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让他们从积极无名的小县力 成为了名震天下的太白城中的大人物 如今 他们的实力 虽然也就是先天到天人不等 解多以要力堆砌催生出来 修为与战斗力并不匹配 但其中随便一个 走出太白城 都拥有着足以令各方帝国 宗门 世家都瞩目的分量 所到之处 赢者如云 到哪里都是坐上贵宾 这一切 都是李牧带给他们的 没有了李牧 他们什么都不是 而且 对于李牧 他们也是有感情的 曾经共患难过 数次是赔上自己的命来并肩 才有了如今的富贵 这种一路走来承受了风雨 才看到彩虹的经历 甚至要比其他任何恩德的拉拢更加可靠 看着这几位老人 李牧心中也是颇为感慨 来到这个世界 转眼即将五年 敌人很多 朋友不少 眼前这些人 虽然实力一般 曾经只是小人物 但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朋友了 李牧在道路之中 设宴招待了城中的大小官员 一番勉励和奖赏之后 才算是结束 然后在面对花响容的时候 李牧略微有些纠结 因此一去地球可能不复返 对于这个痴情于自己的女子 李牧颇为愧疚 最终还是没有说明真相 只是说自己要闭关 可能会很长的时间 我会一直等你的 牧哥哥 花响容微笑着 纯真美丽的脸上 带着毫不犹豫的坚定 以及对李牧的百分百依恋和信任 李牧点头 忍不住将她簇拥在怀中 最难销受美人恩 等我出关 我就娶你 李牧没忍住 鬼使神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百炼成刚绕指柔 花响容的温柔和痴情 便是一块硬石头也会被融化 这几年以来 李牧的心 终究还是被这个温柔如水的女子打动了 而且 李牧也知道 女孩子的心里 对自己用情是何等之身 容纳不下别人了 让她等 是耽误她 但要是不让她等 那就是在伤害她 会让这个美丽女子的精神支柱崩塌 陷入绝望 她打定主意 等待地球上的事情 告一段落之后 她一定会再度返回这个星球 嗯 花响容脸色微红 低头 眼眶里有一丝幸福类光闪烁 这无疑是她这一辈子 最想听到的话 如闻天籁 自从修炼武道之后 她的寿命 变得无限漫长 可以输四五百年 甚至是数千年 不管多么漫长的时间 她都愿意等她 有的时候 等待 也是一种幸福 李牧最终 在花响容的额头 轻轻一吻 然后离开 闺房里 花响容的身体中 传出来一个声音 傻妹妹 你的心上人 可能要离开了 什么狗屁闭关 是在安慰你而已 是白莫愁的声音 花响容脸上带着微笑 道 就算是离开 也会回来的 白莫愁顿了顿 道 看来你也不傻 看出来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她再也不会回来呢 花响容语气平静 但却充满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道 穆哥哥说她会回来 那就一定会回来 哪怕是沧海桑田 海枯湿烂 她也一定会回来的 我的傻妹妹啊 白莫愁叹息 你冰雪聪明 智杰之体 但却遇上了这个命中克星 哎 这个叫李牧的臭男人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对你 也算是用心 可是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其实遇到一个狼心狗肺的渣男 或许要比遇到一个给你了承诺 却无法实现的真心人 更加幸运一些啊 这些话 白莫愁并没有说出来 在花响容的身上 她仿佛是看到了昔日自己的影子 可是自己所等待的那个人 这一生 这一世 不管是人间 还是阴郁 只怕是在也等不来了吧 第483章是了福一去 北宋 新都 八贤王府 真的决定了 李牧看着王施宇 表情之中 略有一点点的错愕 王施宇微笑着点点头 道 是啊 不回去了 李牧沉默 他是来接王施宇的 但后者给出的答案 是暂时不想回地球 不想去看看父母 看看亲人吗 李牧还是忍不住开口劝道 王施宇站起来 在水泻狼道前 看着波兰如鱼鳞微微泛动 表情越发地平静了起来 久久 她转过身来 道 小牧 回到地球之后 能请你帮忙照顾我的父母吗 我这里 准备了一些东西 请你帮我带回去 足以让他们平安长寿 富足地过完这一生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会自己回去看他们的 什么都比不上你亲自回去看他们 李牧看着王施宇的眼睛 坚持道 王施宇苦笑 摇头 见识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后 若不能在这样的天地之间 有一番自己的作为 岂不是最愚蠢的事情 我不想错过机会 她看着李牧 道 我要像小牧你一样 掌握自己的命运 李牧道 我可以为你找到修炼之路 这些年 我也一直都在查找 既然明光先帝说你是通明圣体 那必定是由你修炼的法门 王施宇犹豫了一下 道 小牧 我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如果回去地球 那我的路就会又断了 李牧看着他 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一直都知道 不是吗 王施宇看着李牧 面色微笑 道 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能够逃得脱你的眼睛 小牧 谢谢你一直都这么容忍我 若是换做别人 只怕是早就死了一千一万遍了 对不对 李牧点点头 如果这个人不是你 那早就消失了 王施宇道 所以 小牧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李牧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 既然你不想回去 那我也不勉强你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回到地球之后 我当然会照顾叔叔阿姨 遇见你来到这个星球 是因我而起 李牧道 但是 我想不管是在任何条件下 他们更希望看到的人 不是我 而一定是你 王施宇轻轻地坐下来 手托着香塞 遗在栏杆上 道 我会回去的 一定会回去的 不过 不是现在 两个人没有在继续这个话题 在八贤王斧的水塘边 整个下午 两个人都在十以上 有说有笑 谈的都是一些昔日在地球上初中时候的一些趣事 时光仿佛是回到了五年之前 那些在校园里匆匆而过的青春 尤其是初中毕业时的各种散伙饭 同学们一起喝酒 唱K 一切都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眼前 太阳西斜 不知不觉之中 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当天边的最后一缕阳光 就要消失在地平线以下的时候 李牧站起来 她看着这位昔日的同桌笑花 时光仍然 她已经冲落得更加美丽 在学校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 敢爱敢恨 与花响容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性格 她知道 再劝 也是徒劳 心中有话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王施宇微微仰着头 微微闭上眼睛 最后一缕金色的夕阳 照射在女孩的脸上 仿佛是渡上了一层金芒 她宛如梦幻一语一样 道 小木 亲我一下 李牧犹豫了一下 道 保重 说完 转身离开了 很快 最后一道阳光真正消失在了地平线之下 黑暗笼罩了大地 木矮沉沉 王施宇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只是已经泪流满面 她知道 有些东西 失去了 就是永远失去了 保重 看着李牧离去的方向 她似是自言自语地道 掌心微微抬起 一缕紫色的光滑在她的掌心里闪烁 宛如火焰精灵 她五指宛如弹钢琴一样跃动 似是一朵盛开又闭合的莲花 不断地结出手印 那紫色光火在五指之间来回流转 一股隐晦但却强大五匹的力量波动 就这样在她掌心里浮动 若隐若现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最终 如一团愤怒燃烧的紫火 将她整个人都笼罩 观山牧场 刀客蚯蚓距离大盛巅峰就只有一步之遥 她乃是李破月精心培养的接班人 资质 天赋和悟性都不缺 只是心性不足 后来有了长生天之行 得到了机缘 为有化血神刀这样的利器 在一年之前 她依旧已经光复了观山牧场 如今观山牧场已经恢复了昔日的盛况 斩杀了叛逆 是西秦第一神宗 已知当日观山九重李破月在世时 还要强盛一些 李运深厚 当然 和如今自成一国的太白城比起来 那就差了许多 昔日九大神宗 如今情况各不相同 天妖府因为金翅大鹏鸟的存在而依旧显赫 大水川点仓派没落 京城派被南宫世家攻破了山门 掌门人道林战死 如今昔日掌门到重阳的清点传人道真接任掌门 重整山门 只是历次大战分裂和战火 元气大伤 想要再复兴 不知道何年何月 沙族的太阳神殿龟缩在沙漠深处苟延残喘 南楚问道书院因为书狂人为无病战死也已经没落 唯有观山牧场在丘盈手中得到了振兴 这其中 当然有李牧的影响因素存在 大殿里酒香浓浓 李牧丘盈和郭雨清三人正在拼酒 已经拼了三天三夜 不醉不归 我远行之后 还请大哥二哥 帮我多多照顾一些故人 用神草宝要酿造出来的美酒 可以醉先 李牧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喝这么多 醉眼惺忪 这一场拼酒 到最后 兄弟三人都鸣鼎大醉 三日后 李牧离去 三地真的是来自于那片心坟吗 丘盈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 手中还握着酒瓶 郭雨清一坐在一根石柱边 道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是我们的三地 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更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个世界的事情 她要回去了 丘盈道 此去观山万众 新坟之路 会不会有危险 郭雨清笑了笑 道 再危险 也要回家 是啊 蚯蚓常常的叹息 自从师父逝去之后 这观山牧场就是她的家了 家的概念和意义 在她的生命之中 前所未有地清晰和重要 等她回来吧 郭雨清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道 她一定会回来的 像是她这样的人 重感情 太容易被各种感情纠葛所牵引 在这个世界 她放不下故乡的人 而回到故乡去 她就会开始想念这里的人和事 有太多的人 需要去再见一见 李牧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走了不少的地方 大月十城九地 月山派 寒山书院 天妖府 该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做完 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神州大陆上亦有不少的大事发生 比如青城山上有人成功度劫 进入了破碎虚空之境 后来传出消息 据说是一位叫做道懒的道人 昔日道仲阳的弟子 明不见经传 但却成为了第三个进入破碎的人 之后 大陆各地 陆续又有消息传出 一些古老的传承中 也有人破碎虚空 然而 不管是什么样的势力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在强势 在跋扈 在骄傲 破碎虚空之后 都不敢向太白城挑衅 因为有前车之箭 南宫与伸手益处 而南宫世家 后来更是神秘灭绝 很多人猜测 可能是太白城的报复 不管多少天才涌现 不管多少妖孽真灰 都难以撼动太白城地位丝毫 那个隐居于刀炉之中的男子 都像是永远都不可撼动的神一样 一把刀 压得所有的天才都喘不过气来 这一日 太白城上空 劫云汇集 无数道雷电 披向了刀炉 此方惊动 无数道目光看向太白山 那是破碎虚空渡劫时候的天地异象 李牧终于要渡劫了吗 还未渡劫时候的李牧 已经可以横扫天下 渡劫之后的李牧 会有多么恐怖 一直到劫云消散 各方纷纷派上使者 前去恭贺 李牧闭关了 冲击仙道 这一次是必死关 很可能数十年不出 从太白山带出来的消息 传遍了神州大陆 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实际上 没想到 你是城中第一个杜劫的人 李牧看着远吼 这一次的劫云 外界都以为是李牧杜劫 实际上李牧才是大胜修为 巩固之前 他并不想渡劫 真正渡劫的是黄金山圆圆后 八九玄公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程度 肉身便可撕碎虚空 这件事情 只有太白城中的少数人知道 李牧正好也借此 释放出迷惑性的消息 让外界以为 他已经渡劫 可以震慑四方 离开前的最后一日 李牧将小婴儿李安之 亲自送到了狼神殿 交由郭雨清 刘芷元夫妇照顾 汪 我不要回去 哈士奇拒绝了返回地球的建议 这祸一下子 跳得老远 用戒备的眼神 看着李牧 道别想着拉我回去 那个小地方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只有这里的无限大陆和星河 才是属于我的天地 人宠 我劝你也别回去了 李牧无语 最终 他放弃了将哈士奇带回去打算 这祸现在是一个祸害 实力有些古怪 带回去地球 万一管不好 也容易闹出来大大乱子 留在这里也好 天地广阔 任他去胡闹吧 李牧狠狠地劝戒了一番 安排好了一切 只身离开了太白城 不久之后 长安府一处隐蔽的庄园里 一团奇异的光团 升天而起 冲入了茫茫天穷之上 摆脱了地心引力 速度极快 进入了外太空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晶空之中 光团在一处隐蔽的空间褶皱面前稍微一停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冲入到了其中 宛如石头没入海面之下一样 微微涟漪荡漾 光团消失不见 一切 都恢复了平静 唯有人知道 那个主宰了这个世界的刀神 悄悄地已经离开了 第484章地球各方的震惊 太阳系 九大行星永恒流转 蕴藏着无限的奥秘 距离月球极近的距离 黑漆漆的真空之中 突然一道很诡异的暗青色光滑闪烁 空间似是突然被什么东西撕裂开来了一样 一团黑色暗影出现 接着连衣流转之间 一艘白色的飞行器 从暗影之中 如巨金出水一样 一头扎了出来 是月球 那颗蔚蓝色的 地球 我们回来了 上帝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真的回来了 在看到熟悉的月球 以及那颗魂迁梦绕的蔚蓝色星球出现在视线之中的时候 先驱号上的所有队员都兴奋地吼叫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泪水疯狂地从眼眶里涌出 是地球 真的是地球 总昌林这个西北汉子也热泪盈眶 哭出声来 一边的苏挫双手捂住了眼睛 缓缓地蹲下 无声的抽气 泪水从手指缝里流淌出来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 而李牧站在指挥舱的视野窗前 看着前方那颗逐渐清晰的星球 心中也不禁地激动万分 终于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离开地球将近五年时间 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阔波兰之后 终于又回来了 虽然此时星区号距离地球 还有将近40万千米的距离 但和在阴心星区时候的39光年相比 却简直就像是已经踏上了地球的土地一样 这点距离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 巨大的激动过后 科考队员们开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去操控星区号 越过月球引力圈 朝着地球靠近 同时 电波通讯以各种渠道发射出去 开始联系地球 2022年9月27日 秋 美国 华盛顿 国家太空总署 当地时间凌晨3点35分 正趴在一期面前 小妹的职业班的人员霍华德 突然被一阵古怪而又奇特的讯号 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他眼神有些茫然的看了看显示器 然后长大了嘴巴 口水流了下来都不知道 千区号 这是什么 莫非是 天啊 莫非是那个先区号 霍华德是一个老研究员 对于30年之前的一桩机密 有多耳闻 他一个机灵 浑身睡一顿消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接上了内线 向上集汇报 不到三分钟之后 太空总署的局长查尔斯就被惊动 很快 通讯指挥师之中 就聚满了太空总署的高层和专家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听着通讯器中传出来的声音 地球地球 这里是先区号 这里是先区号 我们正在返航 我是舰长安德鲁 不管你是谁 听到这段信号之后 一定听到请回答 神秘消失在了30年的先区号 回来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初的设计中 先区号虽然被有充足的燃料 可以支持远航 但是也不可能支撑30年啊 30年之前 太空总署和当年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各个国家 在先区号神秘消失之后 经过了充分的调查之后 一致得出的结论 是飞船出现动力故障 因为某种原因 向太阳系外漂流 最终消失在了宇宙虚空之中 不可能再回来 但是现在 它竟然回来了 有视频讯号传送进来 一位研究员声音略带颤抖地大声道 来自于先区号 快快接通 太空总署局长查尔斯颤声道 当画面传进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谁都明白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 30年之后 先区号带回来的到底是什么奥秘 天啊 赤霍华德 他怎么会这么年轻 是他们 通讯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2022年 中国 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北京时间下午4点 两个小时之前 我们收到了来自于先区号上的讯号 发讯人士苏挫和宋昌林 低级的负责人中将鲁冰的一句话 激起千层浪 30年之前神秘失踪的先区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30年之前的电波 穿越了漫长的距离之后 来到了地球 我们对先区号上电波讯号的监听 不是已经停止了吗 在座的研究员 军事专家和将领们 纷纷震惊莫名 鲁冰中将轻轻的敲了敲桌子 房间里立刻安静下来 才到不是30年之前的电波 而是现在 根据苏挫同志的描述 他们正在返航 已经经过月球 再有4个小时 就能进入地球大气层降落了 什么 天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啊 30年之前的飞船 那次任务 不是说失败了吗 当时并没有冬眠舱 租错他们 还活着 会议室里再度一片惊呼 事情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鲁冰中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先驱号都不具备在30年之后返航的可能性 但事实如此 令他也觉得匪夷所思 咳嗽了一声 吸引众人目光之后 鲁冰中将道 诸位 现在不是惊叹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 有人是30年之前先驱号行动的参与者 也有人是如今我国最著名的航天专家 而且战略支援部的领导 以及其他两大卫星基地的专家 正在第一时间赶来 根据苏挫同志提供的情报来看 先驱号会在4个小时之后 降落在中国甘肃境内 降落点距离我们基地不足100里 大家有什么建议 同样的事情 在德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航天军事部门 先后发声 鸡大国都接到了来自于各自成员的电波讯号 确认了消息 大国之间 立刻就掀起了一场看不到硝烟的紧张布局和较量 意识到先驱号重返地球的意义 没有人敢有丝毫的放松 很有可能 这将是一场改变地球格局的地下较量 现在各大国都几乎可以确定 在先驱号上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和机会 唯一令他们感觉到棘手的是 先驱号的降落地点 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境内 而不是在公海或者是其他无主权地区 为他们争取先驱号上的秘密和资源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轰猛龙 坚驱号经过改造 进入大气层之后的返航安全 得到了保证 而降落地点选择在中国境内 当然是李牧的意见 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私心所致 从神舟大陆星球上返航而来的这艘飞船上 带着大量的珍稀矿藏 各种巫术与科技结合的技术 以及重重足以震撼世界的信息资料 如果落在中国境内的话 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国可以得到最大的优势 这也算是李牧送给中国 送给地球的一个礼物吧 只有出去走过一趟 才会明白太阳系之中的地球 在这片星河之中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位置 不仅是被强大可怕的五道势力所包围 更是被认为是罪星 每一个地球人都是被猎杀的罪名 若非是因为太阳系之中 存在着神秘的力量 会隔绝和绞杀外来者 只怕地球早就被这些五道势力给瓜分灭绝了 李牧希望先驱号带回来的东西 会对地球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让地球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对于李牧的这个要求 21名队员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因为李牧是他们的恩人 如果没有李牧 他们根本回不来 只能老死在一星球上 而且在那个世界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也大概知道了李牧的实力地位和名气 在这个时候自然是不敢对李牧有任何的不敬 剧烈的震荡感传来 如一颗火球一样的先驱号最终闯入大了大气层 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先走一步了 李牧将苏挫和宋昌林单独叫到了一间会议室里 道如今的世界可能会和你们三十年之前不太一样 慢慢适应吧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们一定会很忙 焦头烂额的那种忙 祝你们好运 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宋昌林吃惊地道 李牧笑了笑 道不了 该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 接下来我要去寻找一些地球上的朋友 我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拘束 宋昌突然开口道 小牧有没有想过为国效力 你的实力如同神仙一样 如果你肯为国家出力的话 那李牧摇摇头 道暂时还不想 我在地球上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有需要出手 那我一定会现身的 租错点点头 又问道 那关于你的事情 我们可以对国家坦白吗 李牧笑了笑 道 当然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否则 我直接以竖法 就可以抹去你们的记忆 租错点了点头 松了一口气 这位大美女笑了笑 走过去轻轻地抱了抱李牧 道 小牧 谢谢你 千言万语 各种感激 都在这一个谢字当中 宋昌林也过来与李牧拥抱 最终 在先驱号落地之前 李牧非常隐蔽的提前离开 轰偶 先驱号 在麒麟山下的茫茫戈壁之中落地 巨大的震荡 让舱内的队员们 差点而晕过去 舱门打开 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 租错和宋昌林首先走出舱门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故乡的空气 远处 地平线上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几千米之外 来自于军方的甲车 在戈壁上拉出一道道长长的烟尘 快速地靠近过来 将先驱号包围了起来 开始警戒 然后 是各种的检查和检测 确认身份 以及最严苛的检疫消毒过程 再然后 21名队员都被中国军方接走 而先驱号也在第一时间 被军方控制运走 与此同时 李牧的身影 则是出现在了数百里之外的运门市 他走进了一家兰州牛肉拉面馆 先吃一碗再说 第485张路见不平 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李牧呼啦啦一口气吃了十大碗 才算是心满意足 抹了抹嘴 这时 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顿时脸上一呆 为的身上没有带钱啊 这可如何是好 堂堂一带刀神 总不能在这里吃霸王餐吧 这真的是尴尬了啊 好在拉面店的老板 是一对50多岁的老年夫妇 慈眉善目 一看李牧这样子 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老伯伯一头白发 围着深蓝色的围裙 笑了 道小伙子 我在玉门市老城区卖拉面 少说也有15年了 就没有见过你这么吃拉面的 你一看就不是来吃霸王餐的 哈哈 一定是饿坏了吧 身上没带钱 哈哈 没事 等你手头宽裕了 再还过来就好 李牧心里那个汗颜啊 这是闹的 突然回到地球 一切还未适应过来 这小伙子 三天三夜没吃饭了吧 看着一身打扮 不会是一个江湖中人吧 现在社会上 武功高强的人 可是越来越多了啊 哈 小伙子 你也是运气好 遇到了老郑 新街口的老好人 要是换做别人 只怕是早就报警了 店里的其他人 也都笑哈哈的看着李牧 简然一次吃事碗面 把食客们也都给震了一把 也都好奇的打量李牧 多谢郑老伯 我的确是饿坏了 不过不会欠钱的 这就去取款 积取点钱 一会儿就回来 李牧落荒而逃 他在街道上逛了一圈 最终来到了一家金店门口 推门进去 店里面 两个四十多岁的妇女 正在柜台后面唠嗑 绿门话略有方言 李牧勉强可以听懂 大姐你们店里收黄金吗 李牧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 其中一位趟着方便面卷发的妇女 打亮了一眼李牧 道收但不过要比正常金价便宜一点 李牧点点头 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一块 从神州大陆带过来的金钉 放在了柜台上 这么大的一块 方便面卷发妇女吓了一跳 另外一位妇女也站起来 到柜台前 又打亮了李牧急眼 道 小弟弟 你这金子从哪来的 要是赃物 我们可不敢收 李牧笑道 金光放心 来路绝对没有问题 那你等等 我去喊我们经理来鉴定一下 方便面卷发妇女转身从金店后门出去 李牧耐心等待 与此同时 她也在感应地球上的天地法则 这个世界的天地法则 明显与神州大陆星球不一样 如果是那个世界舞者 来到这个世界 实力只怕是会事不存一 境界和战力都大跌 李牧也受到了影响 她觉得 自己如今的战力 大概还剩下不足巅峰状态的三分之一 但于同一个微面宇宙之中的星球 天道法则就算是有所不同 却也是殊途同归 万法归一 道知本源是相同的 李牧乃是站在星球内世界五道巅峰的人物 眼界何等高明 大概最多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恢复到巅峰水准 问题不大 就算是这三分之一的实力 都足以横扫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了 就算是与超级大国对抗 也没有问题 在如今的地球上 她的实力 基本上就是无敌的 李牧丝毫不担心 她现在非常的放松 咦 李牧突然面色微微一变 因为就在刚才 她无比惊讶的发现 竟然在空气之中 感觉到一缕缕的天地灵气在流转 虽然与神州大陆比起来 这种灵气波动实在是差了许多 但这有点不太正常 因为李牧记得当时自己离开地球之前 天地之间可是一点点的灵气都不存在的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五年之前 地球上存在灵气的话 那她就可以在地球上修炼先天功和真武权 也不至于非要被老神棍给传送到神州大陆去 难道是地球的天地灵气 也在复苏 还是说 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 李牧渐渐的感觉到 地球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自己之前 并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之前在郑老伯的拉面馆 就有人说起什么江湖中人之类 李牧当时还以为是武侠剧看多了在开玩笑 但是现在仔细一想 也许是真的 因为如今地球上的天地灵气虽然很稀薄 思思缕缕 但足以改变一些舞者的体制 也可以支撑一些极为低等的舞蹈功法 中国人无比向往的飞檐走壁啊 内功什么的 应该是可以练出来的 就在李牧思考之间 那方便面卷发妇女带着一位地中海秃头男子来到了柜台前 很专业地检查了一番 又用一个机器测试了一会儿 地中海秃头男子惊讶到 足额纯金 很少见啊 小兄弟 你这块金子 价值不菲啊 还有其他的吗 李牧摇摇头 是比人冒昧了 地中海秃头男子笑了笑 知道自己不该多问 又道 这样吧 你这块金子 我就按照正常的金价收了 也不压价了 小兄弟 你手里要是还有这样的好货 可以再来找我 说着 递过来一张名片 到 比人大发金行总经理王李 李牧笑了笑 接过名片 随手装起来 也没有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准备好的一个装有百万现金的双肩背包 交到了李牧的手里 地中海秃头男子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一定要求现金 而不是更加安全的银行卡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 运门城内外发生好几件抢劫事件 但既然客人这么要求 他也就不多说了 李牧背着现金 随便找了一个商场 买了一身李明牌的运动服 又换了一双运动鞋 将之前的一身形头都放回到了储物空间 这样收拾了一番 他在店里的镜子前一看 或一个身形挺拔修长的大学生模样 运气勃勃 一看就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小白脸 像是国家运动员一样的气质 他对自己的这个新形象非常满意 倒吃好了之后 李牧这才顺着路 又来到了那加兰州拉面馆去还钱 谁知道 刚走到门口 就看着一群人都围在大门口 从拉面馆里面 传出来了吵闹哭喊之声 就听一个嚣张跋扈的刺耳声音传来 庆正的 你也是这新街口的老店了 大家都是街坊 我也不讹你 你女儿欠了我们赵总23万 今天你还了钱 大家都相安无事 否则 我看着你店 也要开不下去了 让你女儿去金币KTV做服务生抵债吧 就看几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搬了椅子 在拉面店门口堵上了门 为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大白天戴着墨镜 梳着大背头 抹着发胶 身形单瘦 脖子里挂着一根金链子 指着郑老伯的鼻子就骂 郑老伯在一边 又是陪笑脸 又是说好话 店里面 还有一个看起来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学生模样 黑色奇耳短发 收拾的干净利落 颇为清秀 此时一脸的恐惧 浑身颤抖地缩在郑老伯老伴儿的怀里 哭泣大喊着道 我没有借你们的钱 是你们抓着我的手 在拮据上按了手印 爹 娘 我真的没借 围观的人群 纷纷叹气 但是却没有敢上去说话 李牧听了几句 心里大概明白了 这是一群当地的地痞 做什么网络借贷 专门祸害涉事卫生的学生 实际上就是放高利贷 在市里面为非作歹也有一段日子了 这一次 他们不知道怎么盯上了郑老伯的女儿 今天突然打上门来 说是郑秀儿借了钱 还拿出了字句 利滚利已经23万了 非要逼着郑老伯还钱 造孽啊 张君子这几个人 不怕背后被人戳几两骨哦 就没有人管管吗 怎么管这几个流氓 听说后面投个什么公司 给撑腰着呢 龙腾公司 以前做房地产的 现在听说养了好几个武林高手 要开什么武馆 那几个武林高手 听说是飞檐走壁 硬气功 刀枪不入啊 非常嚣张 是啊 这几年 练武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 还真给他们练成了一些功夫 可惜了 其中出了一些败类 胆大包天啊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是啊 前段时间 下西号村有几个从武校出来的小伙子 血气方刚 就因为管了张君子这伙人的闲事 结果被一个叫做铁掌无敌的家伙 找上门去 打断了腿 还在住院呢 报警啊 警察也没有办法啊 这帮孙子钻法律的空子 有借条 还有专门的律师 帮他们打官司呢 围观的人群 气得咬牙切齿 但就是敢怒不敢言 李牧摇摇头 他分开人群 走向拉面馆 咦 小子 你干什么的 滚滚滚滚滚 今天这里不营业了 一个两铁山羊湖的小混混 穿着棒球服 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 指着李牧的鼻子骂道 李牧没有看他 扭头对正老伯道 大叔 我来还钱 刚才吃了你十万面 还没给钱呢 正老伯连忙道 不用了不用了 小伙子 你快走吧 一个劲的石眼色 让李牧快走 生怕李牧被卷进来 李牧静直朝着面殿里走去 道 那怎么行 我可不能吃白饭 他妈的 臭小子你耳朵聋了 让你滚 听到了没有 哟喝 我看你是找打吧 那棒球扶晓混混说了几句 一看李牧根本不鸟自己 也有点恼羞成怒 蹲起棒球棍 就朝着李牧的胳膊砸去 存心要教训教训李牧 不知死活 李牧直接抬起一脚 砰 这小混混惨呼一声 踹飞出去十几米 弓着腰 趴在地上 如死狗一样哼哼唧唧 抱着肚子 昨天吃的东西 都吐完了 这一下子 周围惊呼声一片 一脚将人踹出去十几米 这小伙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吧 坐在大门口板凳上的 背头墨镜年轻人 一下子站起来 哗啦啦 周围五六个小混混 都围过来 将李牧隐隐围在了中间 手里都抄上了家伙 饺子 混哪里的 敢找我龙腾公司的麻烦 头墨镜年轻张君子 人摘下眼镜 一双鲸鱼眼 有着九色掏空身体之后的阴力感 盯着李牧 上下打量 刚才李牧这一脚 令他也不敢太大意 李牧根本不说话 抬手啪啪几巴掌 这几个小混混 根本反应不过来 像是抽木头桩子一样 全部都冲飞了出去 全部都打掉了嘴里的一口牙 趴在棒球服小混混旁边 宛如断了几粮的狗一样 惨叫不止 第486章 有种你等着 瞬间整个拉面馆 周围就是一片到吸冷气的声音 谁也没有掀到 看着看起来白白净净的年轻人 竟然这么厉害 随便挤巴掌 就把六七个小混混 直接打趴下了 简直跟完一样 最近一年多时间里 出了不少一人能人 但像是这个年轻人 这么伸手利落的 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张君子只觉得整个头都怒了 他一张嘴 一口牙齿 就像是年性过期的挂钩一样 全部都从嘴里掉出来了 他知道 这一次是遇到了狠角色 但平日里习惯了的滚刀肉性格 让他下意识的就蛮横了起来 并不认怂 挣扎着爬起来 力吼道 原来也是江湖上的朋友 但招惹了我龙腾公司 在这世里 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李沐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他在神州大陆上 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 都给杀了 杀几个小混混 简直比捏死几只蚂蚁还简单 但转念一想 毕竟是回到了地球 法治世界 杀性太大也不好 再一个 还会给正老伯一家人招惹来麻烦 你等着 张君子在小弟们的搀扶下 发狠地道 你完蛋了 不要以为会两下子 就敢挑衅我们龙腾公司 回去找铁大哥来报仇 叮嘱他 别让他跑了 狡杂种 你要做英雄是吧 告诉你 有种就别走 你要是走了 正老头一家就完了 小混混们恼羞成目的叫嚣 他们在方圆数百里都嚣张习惯了 因为背后大树 所以连警察都不轻易招惹他们 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 怎么淹得下这口气 李木扶起板凳 往拉面店门口一坐 道 好 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我给你时间 一个小时 你们能够搬到什么人 就去搬 什么狗屁龙腾公司 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算 请 你有种 张军子摸着脸 当场就掏出了电话 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李木心道 也好 如果这个龙腾公司 真的是藏污纳垢的祸害的话 干脆一锅端了算了 他从仙区耗下来之后 一时间有点迷路 跑错了方向 才来到了玉门市 贪图口舌之狱 想要先吃点 再去宝基市找老神棍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这种的事情 左右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先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再说 还有这种事情 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主会议室 听完了苏挫和宋昌林的汇报之后 在场的高级将领和专家们 都面面相去 若不是因为之前已经做过了各种精神鉴定 确认这两个人的身份 精神都正常 只怕听完他们所说的故事 都会以为是在说疯话 从30年之前先驱号失踪 到之后在那个星球上经历的一切 到最后魂污踪的人被杀 科考团被一个角落里目的年轻人救出来 这简直和玄幻电影里面的故事一样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飞天遁地 翻江倒海的神仙吗 中将鲁宾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尽管在此之前 他已经隐约猜出来 先驱号神秘失踪30年之后 再度返回 带来的信息可能会非常的惊世害俗 但没有想到 却不可思议到了这种程度 然而直觉告诉他 苏挫和宋昌林说的都是对的 别的不说 就单单看他们两个人失踪30年之后 再度回来 外貌长相和身体机能却一点都没有变化 仿佛是出去了30天回来一样 这就已经足以从侧面证明一些问题了 不过 这些信息一定要保密 否则 一旦泄露出去 只怕是会在整个人类社会 引起惊天动地的大波澜 弄不好 数千年文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就会被摧毁 你们口中的那个少年人李牧 在飞船降落之下 就已经离开了 他是怎么离开的 有一位专家忍不住问道 宋昌林道 小牧有神仙一样的本事 我们当时只是觉得眼前一花 人就不见了 他真的那么厉害 又有一个人问道 租错道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恐怖的多 语言不足以描述他百分之力的力量 在那个世家 他是无敌的存在 我们也是从魂巫中的控制之下摆脱后 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 搜集到了一部分关于他的资料 会议室里 又是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 这个事实 令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这个李牧 听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这种人 一旦脱离控制 那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甚至连国家政权 都可以一念之间颠覆 破坏力堪比核弹 是一个绝对无法忽视的隐患 租错 这个英气美丽的科考队员 显然是明白这些领导们在想什么 无比郑重地道 将军 各位领导 我建议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与小木为敌 也不要试图去控制他 此人拥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力量 鲁宾苦笑了一下 点点头 道 好了 你们两个人先下去休息吧 军方已经联系到了你们的家人 已经派人去接了 你们暂时只能留在基地 不能去其他地方 因为事关重大 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租错和宋昌宁被领着离开了会议室 在门口 宋昌宁低声地道 小苏 李牧他不会有事吧 租错摇摇头 没有说话 他现在担心的 并不是李牧 而是担心一些领导人 还用正常的眼光和视角去看问题 试图控制或者是约束李牧 反而是把李牧推向了对立面 那将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 会议室里 鲁冰的目光 在30名与会人员的身上掠过 道 诸位 关于先驱号的一切 都将作为SS级的特等绝命文件 绝对不能有任何泄漏 战略支援部的首长 已经亲自在赶来的路上 领导小组也将会第一时间组建 请各位各司其职 从现在开始 基地任何人员 都禁止外出 散会 众人在一种很难描述 是什么心情的状态中 起身离去 鲁冰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揉着太阳穴思考着什么 过了片刻 年轻的军事秘书周琦进来 低声的提醒道 首长 战略支援部的范司令员快要到了 该出去准备迎接了 鲁冰点点头 起身道 第68军到哪里了 68军接到调令之后 已经第一时间从驻地出发 再有半个小时 就可以达到基地 4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完成布防 到时候 基地周围50里 都会成为军事禁地 禁止任何人出入 周琦将手中几分文件地过去到 鲁冰点点头 他的压力 其实非常大 千区号的事情 其他几大国都已经知道 科考团中就有美国 德国 英国等大国的成员 一些事情 是怎么都瞒不住的 这件事情 对于普通人来说 短时间内 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这些大国来说 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机遇 飞船中带着的诸多信息资料和资源 足以让整个地球都陷入疯狂之中 几个小时之前 各大国都已经通过外使馆 发出了照会 不仅要求带回各自国家的队员 还要求中国将先驱号交出来 共同研究 唯有硝烟的战争 已经拉开了序幕 到时候 各种明面上的外交谈判 以至于暗地里的间谍暗战等等 都会围绕着九泉卫星发射基地展开 不能出任何一点纰漏啊 这可是关乎到千年国运的事情 风雨欲来啊 铁掌吴迪固成功是龙腾公司的四大保安主管之一 外面又有称呼 江古成功等四个实力高强的武林高手 称之为龙腾公司的四大金刚 他原籍是河北苍州人士 从小家传武学铁沙掌 老一辈的规矩 传内部传外 一代代就这么练下来 但他的爷爷和父亲 练了一辈子的铁沙掌 都没有练成 而且还把手给练肺了 变成了黑色的大肉球 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是肌肉坏死纤维化了 所以顾家的铁沙掌在十里八乡 就是一个笑话 小时候 父亲逼着顾成功练铁沙掌 为此 父子差点而反目 顾成功从小就觉得 这什么狗屁铁沙掌 就是一个骗人的玩意儿 就连他母亲 也坚决反对儿子练功 怕练费了手掌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他父母离婚 但这都无济于事 在父亲的墙壁之下 他还是练了十年的铁沙掌 一双手掌 也练得不死人形 后来他长大了 离家出走 去南疆打工 才算是脱离了父亲的控制 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就将这铁沙掌练成了 手掌大致恢复了正常 且可以徒手披砖开始 掰断钢管 一个巴掌 就可以在钢板上留下一个手印 威力越来越强 在一次与人争吵之中 他失手打死了人 成为逃犯 后来他逃到了甘肃 走投无路之下 隐身在龙腾公司 结果被重用 后来展现了强大的力量 立下了几次大功之后 地位水涨船高 成为了公司四大金刚之一 地位极高 金钱美女想之不尽 这一次 听说手下的马仔被人打了 对方还放话不把龙腾公司 放在眼里 故成功第一时间 就带人驱车赶来了 谁知道一见面 打伤了公司人的印查子 竟然是一个十八九岁 一身运动服的黄毛小子 看起来是哪个大学的体育生巴 全身上下一点的气势都没有 这也算是印查子 顾主管就是他 张君子摸着脸过来道 一群废物 顾成功呵斥了一句 然后走向李牧 冷笑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猛龙过江 敢不把我龙腾公司放在眼里 呵呵 原来是哪里来的野麻雀 竟敢冲大尾巴音 小子 今天你断掉一只手 算是一个交代 老子就放你走 第487章秦岭洞天 这时 拉面店门口 原本围观的人 都纷纷后退 生怕被这群流氓给盯上 尤其是这个铁杀掌固成功 据说是手上有人命的很角色 这段时间 在世里面也颇为有名 李牧一看 笑了笑 站起来 道打了半天电话 浪费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叫来这样一个垃圾 还在我面前装逼 真他妈的笑死了人了 小子 你怕是没有死过吧 顾成功勃然大怒 他手中捏着两个铁胆 来回转动 文言骤然发力 直接将铁球捏半扁了 丢在李牧的身前 冷笑道 小家伙 你的脑袋 可有这铁胆印 我决定了 不仅要断你一只手 还要捏断你的胳膊上的所有骨头 这就是招惹我龙腾公司的代价 远处的围观人群 看到这样一幕 顿时吓得都惊呼出声 肉掌捏扁铁胆 这是什么样的力气啊 真正的武林高手啊 郑老伯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挡在李牧的身前 向小混混们陪笑 道 顾主管 误会 小伙子可能不太懂事 别和他一般见识 您不是要二十万吗 我给 我给了 今天这事情 您高抬贵手 说着 一边拉着李牧 让他不要再逞能 顾成功大笑了起来 什么叫我要啊 是你女儿欠了钱 别说的我好像是在讹战一样 那可是犯法的 呵呵 行啊 郑老头 这几年卖面看来也挣了不少 你要护着他 是吧 行 这个小家伙 打了我龙腾公司的兄弟 他要费五十万 你都出了 今天这事 就算是完了啊 五十万 这 我 没房子卖了也赔不起啊 这 郑老伯夫妇 一下子就傻眼了 老伯 对这种垃圾 不要委屈求全 让我来吧 李牧拍了拍正老伯的肩膀 他一伸手 就看地面上那两个铁胆 像是自己会飞一样 落到了他的掌心里 看像不成功 道 说你是垃圾 你还不承认 就凭你这种下贱货色 也配叫做铁掌无敌 说话之间 就看那两个铁胆 像是两块泥巴一样 被捏成了不同的形状 然后又像是铁泥铁粉一样 从李牧的手指里挤出来 落在地上 周围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围观的人惊呆了 脚混混们惊呆了 铁掌无敌 顾成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凌空摄物 而且 那铁胆可是实打实的金铁打造 直接捏成铁泥铁粉 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难道这个年轻人 竟然是传闻中那些武林大宗大家的弟子 踢到铁板了 顾成功心声巨异 他刚想要说是什么 耳边突然响起咔嚓一声 然后两只手腕传来剧痛 下意识的低头一看 双手都被捏断了 露出骨茶 惨叫还没有来得及发出 肚子上又挨了一脚 整个人飞出去十几米 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滑了下来 就昏死了过去 自始至终 就没有人看清楚 李牧是怎么出手的 张君子等小混混 还等着顾成功出手将报仇呢 结果一看到这场面 当场就吓尿了 腿软的都快要站不稳 这个时候 就算是傻子 也看得出来 真的碰上了很茶子了 浪费我时间 李牧拍了拍手 道 借句拿过来 啊 哦哦哦 张君子连忙将郑秀儿那张借句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地过去 李牧随手一撕 道滚吧 回去告诉龙腾公司的话 是人 这件事情不算完 搅混混们如蒙大赦 抬着昏死的顾成功就灰溜溜的走了 过了许久 周围的人 才回过神来 有人欢呼 也有人劝李牧赶紧走 小伙子 双拳难敌四手啊 你快走吧 龙腾公司只怕是不会轻易就罢手 这些年 哎 不过今天还是多谢你了 这日子啊 是越来越不平静了 郑老伯也开口劝道 他正在收拾着东西 和老伴儿商量着 把店关了 带着女儿郑秀儿一起离开玉门市 投奔外省的亲戚去 躲避一段时间 李牧道 大叔 你就放心在这里开店吧 我家里呢 也有点关系 龙腾公司 还是我家的小企业呢 我这就和家里人说说 让他们都离开玉门市 不再胡作非为 真的 郑老伯一家将信将疑 李牧道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和他们讲讲道理 最终 李牧背着双肩包离开 他的精神 立如今大概可以覆盖方圆百里左右 随便在路边找了几个路人问了问 就找到了龙腾公司的办公大楼 探知的一清二楚 尖等一等 等到这群垃圾集合到一起后 一锅端了 李牧在路边找了一家网吧 开了机器 开始上网浏览这些年地球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毕竟已经离开五年时间了 他想要知道 这五年里 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事 什么 顾成功被废了 龙腾公司办公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 总经理颜定虎接到手下的汇报之后 大吃一惊 铁砂掌顾成功是他拉拢的江湖人之一 手段颇为不弱 竟然被一个少年随手就废掉了 难道是政府插手了 还是遇到了真正的江湖高人 这几年 武林中人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影响力增强 许多以前只有在电视小说里看到的人和武林帮派 如雨后春笋一样 冒了出来 影响力逐日增加 而就在半年之前 国家已经允许这些武林宗门的存在 并予以登记注册 意味着连国家层面上都开始重视舞者了 龙腾公司也正在准备注册帮派宗门 大价钱网络了一些高手 谁知道铁砂掌顾成功这个好手 竟然就这样被废掉了 他放下电话 面色殷勤不定 把铁军 周明 还有张友发给我叫来 快 严定虎扭头对身边的秘书道 说完 又补充了一句 到公司里能叫的人手 都给我叫过来 快点 他有点怕了 因为张君子在电话里说 那个年轻人放话 这事情不算完 对方可能会直接打上门来 怎么遇到了麻烦 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道士 一袭黑底白纹的道袍 手里一直拿着一件玉茶壶 饶有兴趣的把玩着 眉目俊雅 只是一双眼睛略有邪气 手下人惹到了一个硬茶子 可能是某个武林大宗门的弟子 严定虎坐下来 将电话里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看着严定虎这服如林大敌的模样 年轻道士气定神闲 淡淡一笑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轻笑道 有意思 还有这样的年轻高手 不过听你的描述 应该不是什么大宗出身 应该是个野路子 不值一提 对了 那个叫做郑秀儿的女子 搞定了吗 严定虎苦笑 道就是因为那小子互助正老头一家 所以才没有得手 不过路道长请放心 我们董事长朱先生 已经吩咐了下来 就算是散尽家财 也一定会让你满意 呵呵 他道也懂事 路道士微微一笑 顿了顿 他又道 好吧 看在你们都懂事的份上 放心 那个野路子高手 我帮你们解决了 不过 记住 郑秀儿一定要弄到手 我明天就要离开了 离开之前 我要看到他 严定虎大喜 道 只要解决了那个小砸碎 我亲自带人去 将那个小丫头给道长您绑来 这个路道士的来历极大 只要有他开口 那严定虎是一点都不担心了 呵呵 不错 有点意思 路道士微微一笑 道 我知道 你这么表现 不外乎想要得到一个进入秦岭洞天的机会 严定虎产笑了一下 他连忙站起来 凑过来 姿态恭敬地道 路道长目光如炬 的确是如此 毕竟传闻说 哪怕是普通人 进入洞天中 只要呼吸一口那里的空气 都可以增瘦十年 而重病垂死的人 进入其中待一段时间 就可以恢复青春成科痊愈 路道长 听说秦岭洞天快要开启了 董事长和我 对于其他机缘 当然是不敢想 就是想进去看一看 路道士斜着眼睛偏了一眼 充满了优越感的笑了笑 道行吧 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那我会向师傅他老人家 帮你们争取一下 我是出家人 有些事情 不方便动手 好好表现 以后用得找你的机会 还多着呢 严定虎大喜 说话之间 脚步声传来 龙腾公司四大金刚之中的 其他三人 铁军 周明 张有发三个 还有五十多个青壮年 都来到了办公楼 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 三大金刚进来 听说老顾被人废了 老大 是谁这么嚣张 感动我们的人 听说还要打到公司来 一会儿 他要是真的敢来 我把他大谢八块 三大金刚都是一些 莽撞之辈 手底下有点功夫 娇恨得很 一来就大呼小叫的 陆道士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面带鄙夷之色 一群上不了台面的蠢货而已 严定虎察觉按到了陆道士的神色 连忙让三大金刚安静站在一边 然后惨笑道道长 我这几个手下不懂事 您别介意 一会儿那个小砸碎来了 还得靠道长您呢 陆道士呵呵一笑 道放心吧 一个也路子而已 随手就大发了 话音未落 是吗 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 众人还未回过神来 就看觉得眼前一花 一个身穿着白色李宁运动服的 黑色短发英气年轻人 已经出现在了房间里 陆道士瞳孔一缩 英气年轻人四下一打量 道看样子 人都到齐了 咦 这个小道士 年轻人的目光落在陆道士的身上 道有点意思 看样子是在练气 可惜练得乱七八糟 连第一层都没有 你是哪里的道士 陆道士顿时就无比乖巧的站起来 像是见到了班主任的小学生一样 公身行礼 道晚辈时卖济山流云关的弟子 不知道前辈是 一边的岩定虎看到这一幕 顿时眼珠子都差点而掉出来了 第488章神仙手段 我 就是你口中那个要随手打发了的野路子高手啊 李牧像是来到了自己家一样 坐到了办公桌后面的座位上 道 叫卖鸡山 天水境内吧 流云关什么的 从未听过 原来是你在背后主使 要对付正老伯的女儿 一个出家人 六根不清静 看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着 抬手一点 陆道士只觉得丹田部位一阵 旋即浑身乏力的感觉传来 一身力气像是被抽干净了一样 他顿时面色苍白 惊呼道 我的丹田 我的真气 你 你竟然废掉我的真气 你 真气 你可真敢说 半吊子的内劲而已 李牧道 你应该庆幸 今天能够捡一条命回去 我刚回来 还不想杀人 你刚才说的秦岭洞天 是怎么回事 陆道士年轻的脸上 在吴之前的乖巧顺从 转而满是怨毒阴狠之色 丹田蒸汽被废掉 可以说是之前数年的苦功全废了 大好前程也没有了 他盯着李牧 咬牙切齿地道 前背后刺 必不敢忘 我流云关到时候一定会蠢货 不知所谓 李牧抬手虚空一巴掌 就听他的一声 牧道士脸上突然出现一个红掌印 直接飞出去 撞在墙上 喷出一口鲜血 就昏死了过去 拿流云关来压人 李牧根本不屌 你来说 秦岭洞天是怎么回事 李牧看向严定虎 严定虎这个时候 已经被彻底吓傻了 在他眼中的宛如小神仙一样的路道士 在李牧面前简直就不堪一击 这一下子他知道 龙腾公司这一次遇到的 不是铁板 而是钛合金超级板 赤士小神仙 传闻这段日子的秦岭里面 尸儿六月飞雪 尸儿有一株千年铁树一叶开花 还有凤凰鸣教之声不断传出 这种征兆 正是洞天福地开启的迹象 两个月之前 武林中人已经察觉到了洞天开启的迹象 严定虎此时彻底慌了神 说话结结巴巴 条理不清楚地道 很多人都认定 是秦岭之中有洞天开启了 你等一等 你这意思是说 地球上以前都洞天开启过 李牧皱了皱眉 这些事情 他之前在网吧上网的时候 完全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消息啊 严定虎愣了愣 前辈不知道 哦 当然 这不足为奇 前辈您是世外高人 可能之前一直都在隐居 不太关注世事 之前全世界各地 都有秘境和洞天开启 大小规模不一 在中国境内 就有五一山洞天 大象山洞天之前开启过 当今武林中的三圣 四神八王等高手中 有一半以上 都是因为进入过洞天 才有了恐怖的羞为 他叙叙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不过很显然 他也只是一个外围人员 所知有限 都是些指铃片爪的信息 散乱而不全 有人说 这一两年之所以冒出来 越来也多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 就是因为这些遗迹开启 里面的仙气一散出来 被这些人得到 惊恐之下 严定虎简直是之无不严言无不尽 李牧听了这些 心里大概有了一些概念 洞天福地开启 听着怎么像是一些 未面小世界的封印开启了呢 再多问几句 比如洞天之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会有什么样的机缘等等 严定虎就一问三不知了 毕竟他从未有机会进入过洞天 之前像是武夷山洞天 大象山洞天 因为开启的很突然 所以国家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对许多武林中人 或者是一些运气好的人 机缘巧合进入其中 获得了福源 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了起来 新的洞天福地开启 国家会第一时间控制 只对武林中人开启少量的进入名额 这一次秦岭山中 有大量奇异征兆出现 疑似有大洞天开启 毕竟秦岭山是中国的名山 之前大家总结出一些规律 越是名扬天下的名山大川 出现洞天福地开启的几率越大 所以秦岭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沿电虎看李牧一副失望的表情 生怕自己失去价值 连狼角尽脑汁的分析补充 李牧点点头 这才合乎秦岭吗 中国境内 一切都是国家的 武林中人就算是在厉害 和国家机器比起来 还真的不算是什么 除非是那种真正具有 飞天顿地阶山一月神仙中人 才会影响到国家的意志 李牧觉得 关于洞天 他有必要去调查一下 正好宝基是就在秦岭山脚下 回去先问一问老神棍 这老货肯定是知道一些什么 这麦基山的道士 为何要你替他绑来正秀儿 李牧又问 严定虎连忙道 听闻一些洞天的开启 需要祭品 路道长 呃 不 是这个小贼道说 那个叫做正秀儿的姑娘 生辰八字特殊 她的血可以祭天开门 刘云官想要进入秦岭洞天 所以才要捉他 没有丝毫的隐瞒 李牧一听 心头就火大 以人血迹天开动 这分明是邪魔外道的行径啊 看来这麦基山流云观中的道士 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回头有必要走一趟 力挺扫穴 彻底铲除这些祸害 他又仔细的看了看昏死的路道士 此人身上有死气和怨气同时流转 显然是手上沾了不少的人命 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还想要留他一命 现在吗 李牧改变主意了 他屈指一谈 一道火星飞射出去 落在路道士的身上 轰敌一声火光大作 下一瞬间 路道士整个人就被烧了个行神俱灭 连一缕灰都没有剩下 这样的手段 已经超出了武功的范畴 而是到法仙术了 简直像是神仙一样 这一幕 看得炎定虎和其他三大金刚 一个个都面色蜡黄 双腿发抖 一个大活人啊 一瞬间就烧得连渣子都不剩了 这种手段 杀人于无形 毁尸灭迹的最佳手段 就算是神探都查不出来吧 你们几个 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李牧心中起了杀意 一眼看过去 铁军 张有发等三大金刚 只觉得一股无比恐怖的感觉 将他们笼罩 然后体内传出咔嚓咔嚓的骨头碎裂声 武功一瞬间 全部都被废掉了 连反应都来不及反应 就瘫软在了地面上 惨呼不止 以后 他们算是残废了 可能连普通人都比不上了 李牧又一眼看向炎定虎 直接施展倒数 在他的体内 种下了大恐怖咒法 直接作用于精神 炎定虎直接昏死了过去 李牧这才起身 来到窗前 看向外面的夜色 20多层高的龙腾公司大楼 是整个玉门市最高的建筑 可以俯瞰到全市最美的夜景 现代文明的夜景 多么熟悉 让人怀念啊 看来地球上 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啊 先去找老神棍问清楚吧 他应该是知道一些内幕 李牧自言自语 接下来 让铁军等三大金刚瞠目结舌 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 就看李牧身边 一柄飞刀射出窗外 悬浮变大 如一艘小船一样悬浮在20层楼的窗外 然后李牧身形一闪 跳上飞刀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神神神 神仙 三个人当时就被吓得昏死了过去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的存在 李牧玉刀飞行 滑过夜空 从玉门到宝基 大概一千三百多公里 若是在神州大陆 以李牧的玉刀数速度 只需数息 就可以越过 但是在地球上 灵气匮乏 体内的蒸汽 每消耗一分就少一分 李牧也不想太过于浪费蒸汽 所以以最简单的速度飞行 足足两个小时之后 李牧来到了一片灯火辉煌的城市上空 低头运足目利 透过雾霾 仔细一看 下方是兰州市 嗯 不对啊 虽然降低了速度 但是这样飞行 两个小时 绝对已经飞到宝基了啊 为何才到兰州 李牧感到惊讶 他遇到在向前 约一个小时之后 来到了天水市上空 不对 不对不对 我甚至还稍微加快了一些速度 但才到天水 正常情况下 不是应该已经超过宝基了吗 李牧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从天水到宝基的这一段距离 大概是200多公里 其间一些山脉 树木苍翠 山卵起伏 已经是秦岭山脉的外围区域了 李牧的精神力覆盖300里 站在天水市上空 应该是可以在这里感知到宝基 但不知道为什么 当李牧真正把精神力的覆盖出去 感知范围之内 竟然并无宝基存在 这可就真的是奇了怪了 李牧心中狐疑 大概又过了连个小时 李牧终于来到了宝基市的上空 左卫近相情妾 时隔五年 再回到宝基市 李牧的心中 竟然有了一丝丝的忐忑 他落到了高新区北方的一片圆上 夜色中抬头看去 燃灯四村笼罩在夜色之中 一片静谧 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 一切仿佛是回到了五年前 没有什么区别 村子里没有什么大变化 李牧顺着乡间小路 缓步而行 最终来到了燃灯谷寺大门口 他的心跳动很厉害 终于要见到老神棍了 许多困扰许久的问题 终于可以问个清楚了 第489章 老神棍到底是什么来历 李牧并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来头绝对不小 已经印证了很多次了 你底就要揭开了 李牧走过少祖一封的牌坊 来到了燃灯谷寺的大门口 一切依旧 但李牧面色变了变 心中突然有点不太好的感觉 因为谷寺的大门口周围 杂草丛生五年之前采出来的小鹿 已经重新被荒草覆盖 大门虚掩着 门框上有蜘蛛网 推开大门进去 院子里荒草丛生 旁边的药王店已经处于半倒塌状态 几间以前用来堆放杂物的产房 门窗也都损坏 雨打风吹 无比老旧 被李牧推开大门的声音所惊 扑龙龙飞起几只野鸟 冲向夜空 后院里 李牧经常先天公和真武权的那个小树林 已经无比破败 其人腰高的杂草生长的无比茂密 树林边的吉隆菜地 也早就没有了模样 以前李牧经常做饭的厨房 彻底倒塌 门口的水井也已经干枯 一个不太好的预感 浮起心间 李牧很快就整个人登寺都搜了一遍 然而并没有老神棍的踪迹 这是怎么回事 老神棍离开了 李牧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 没有任何的踪迹 他甚至动用了天眼神通 四周查看 竟是没有任何的线索 用寻人咒试图感应搜索老神棍的踪迹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作用 很奇怪 仿佛李牧记忆之中的那个猥琐老头子 只是一段记忆 并不真实存在 这让李牧大失所望 同时 也有点担心 老神棍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李牧是关心则乱 一下子就忐忑了起来 长久以来 老神棍都是他内心里的支柱 虽然不靠谱而且还非常猥琐 但对于李牧来说 却像是人生导师一样 李牧之所以没有在神州大陆上 直接突破破碎镜 他入星河与天外修士争锋 没有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是因为想要先回到地球 找到老神棍解开诸多谜团 但是现在 燃灯似一片荒拜 老神棍也没有了踪影 李牧一下子 有一种失去了主心骨的感觉 看似中荒拜的迹象 明显已经有至少两三年时间 没有人打理了 也就是说 最少两三年之前 老神棍就已经离开了 李牧坐在老神棍昔日的禅房门口 不由得发呆 他在想 到底老神棍是离开燃灯似去了其他地方 还是说已经彻底离开地球了 而且 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于 按理来说 老神棍离开 应该是会留下一些线索提示之类的东西 否则自己二十年之后回来 如何找到 甚至在退一步来说 以李牧如今的修为 只要是这个世界上 存在这样一个人 以寻人咒或者是回溯术 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偏偏 既没有留下痕迹 李牧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似乎是由大神通者 以无上的秘书将这一切的痕迹都抹除了 这就更荒谬了 李牧不觉得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比自己更强的所谓大神通者的存在 他坐在禅房的门口 整整想了一夜 近的一天到来 晨曦覆盖燃灯寺 下方的村子里 鸡犬之声相闻 时至秋日 正是丰收的季节 这个时候 村子里正是一年之中最为盲目的时间段 李牧从寺里走出来 江村小路上 赶着去地里收割庄稼的农民很多 张三叔 三婶儿 你们老两口身体还是这么硬朗啊 李牧看着这些五年前的熟人 笑着上去打招呼 交火你 你是 姨 长得有点像是小木 不会真的是小木吧 张三叔仔细打量了一会儿 终于从眉目之间认出来 眼前这个个头窜高了一大截的帅小伙 就是五年之前那个李牧 张三叔惊讶地道 小木 你这是从深山里逃出来了吗 啥 李牧当时就有点迷了 什么叫做从深山里逃出来 三婶儿道 五年前 你不见了 李大师说是被人贩子给拐卖到山蛙眉里去了 李牧 老神棍不愧是老神经 这种谎言都说得出来 其实我是被爷爷送到外地读书去了 今年才毕业 所以刚赶回来 李牧只好圆谎 道 是一所军事院校 全封闭式的 不让带手机 也不让通信 所以这五年一直都没有回来 这样啊 那可好 当时我们大家听李大师说你被拐卖了 都挺担心你 还联合起来报了案 结果也没有查出来什么 后来李大师也不见了 我们以为他有利全国去找你了 张三叔送了一口气 这时候 路过的村民们越来越多 也都认出来了李牧 小牧 你终于逃出来了啊 被拐到哪个山里挖没啊 咋逃出来的 是李大师找到你了吗 善良淳朴的村民们 对李牧很关心 纷纷围过来 七嘴八舌的问道 就该报警 把那些人贩子都抓起来 执行死刑 是啊 如今国家的法律都变了 人贩子和贩毒一样 抓起来就是死刑 有几个书博义愤填膺地道 李牧只好无奈地解释了一遍 众人这才纷纷恍然大悟 这道也符合李大师游戏人间的作风 他总是出人意料 说话的是一位村里的老人张大爷 点点头 道 真乃是世外仙人的作风啊 李牧都无语了 啥情况啊 撒谎都骗人报警了 老人家你咋还能从这上面 推理出来什么世外仙人的作风啊 你这一副脑残粉的样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沟通了啊 这么说 我爷爷是自己离开燃灯寺的 李牧又问道 太阳渐渐升起 乡里乡亲的街房门 看到李牧 都很亲切 也不着急上帝了 都坐在路边 和李牧唠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吧 李大师总是说要离开 世界那么大 他想去看看 念叨了得有一阵子吧 而且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记得是在给刘老二家做完法事 第二天 他就不见了 脑残粉张大爷回忆了一番 不见了 没有人看到他离开吗 李牧问道 另一位老大爷道 是啊 第二天李大师就不见人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北原上的福气农家了 还派人来请李大师去主持开业法事呢 说是事先约好的 前一天晚上还打了电话 结果去庙里一看 李大师就不见了 哎 这可是我们人登寺村的一大损失啊 李大师在的那些年 村里风调雨顺的一定是李大师做法保护我们的 老残粉张大爷无比笃定地道 那我爷爷他离开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再回来过吗 有没有听说过他在其他地方现身过 李牧不死心地问道 再也没有见过了 一位村民接口道 一开始 我们也以为他老人家出去逛逛就回来了 还定期都派人去燃灯寺里面打扫卫生 挑水扫地什么的 结果后来 庙里面闹鬼 连续出现了一些怪事 吓得大家都不敢去了 庙也荒废了 闹鬼 李牧一正 开始有一些猜测 对啊 有人去打扫的时候 看到几道鬼影闪过 还对着脖子喝凉气 说一些鬼话 回来就大病了一场 还有人去被里面的毒蛇咬了 差点而丢了一条命 有人看到夜里的时候 有红衣服的女鬼在庙里飘来飘去 没有脚 我亲眼看到有鬼在庙里打架 地面上凭空出现了一滩滩的雪 里面的野鸟都死光了 掉在地上 邻村的张大仙 来看过 说这人灯寺里面 有鬼碎作怪 以前李大师在的时候 还能压制李大师走了之后 就压制不住了 李大师刚走的那两年 还来过外地的大公司 阔气的大老板 开着豪车 戴着黑西装墨镜的保镖 道然灯寺里上香 还在村子里打听李大师的下落 后来慢慢来的就少了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道 李牧听着听着 隐喻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老神棍好像是主动离开 燃灯寺 是在躲避什么 那些所谓的鬼怪 有可能是一些武林中人 或者是有人故意在装神弄鬼 反正燃灯寺可能是被一些什么人给注意上了 这样的猜测 让李牧稍微安心一些 老神棍虽然不靠谱 但是很稀命 狡诈煎 一般人应该是拿他没办法 而且看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些找他的人 似乎并没有找到 角木 你在学校读书 就一直都没有见过你爷爷吗 老残粉张大爷问道 李牧只好继续圆晃 摇头道 每年的学费都是直接打到卡上 我也一直都没有见过爷爷 今年刚毕业 回来找他 还以为他还在燃灯寺里呢 张大爷于是万分感慨地道 李大师真乃是神人也 神龙献首不见尾啊 游戏人间 玩世不恭 希望这辈子 我还能见到他 角木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张三叔问道 李牧想了想 道 我暂时就住在燃灯寺里面吧 收拾收拾 等爷爷回来 不能到处乱跑了 万一爷爷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 可是这四里闹鬼 不干净啊 灾沈儿有点担心地道 要不小木你住到沈儿家里去吧 李牧笑着道 没事儿 沈儿 当年 我跟着爷爷 也学了一些抓鬼的本事 不用怕 就算是抓不到 防身还是可以的 不会出事的 倒是各位大爷大娘叔叔 沈儿 我有一件事情 得请你们帮个忙 说吧 小木 都是自己人 就是 别客气 大家乡里乡亲的 你当年在村子里 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每年寒假 都给我们免费杀猪 众人非常热情 李牧笑着道 请大家帮我宣传一下 转告一下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就说李大师的孙子回来了 想要重操就业 撑起李大师的招牌 有什么法事捉鬼啊什么的 都可以来找 我从今天开始 就住在这燃灯寺里了 啥 你要抓鬼 这事可不好做啊 这一行不认年轻人啊 众人劝了几句 但是见李牧心意已决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 村子里的青壮年们 在老人的带领下 也督大着胆子 来到燃灯寺 帮助李牧修弃塌了的房子 重新打紧 又送了一些烧柴和被褥 帮李牧收拾出来住的地方 这些大伙 李牧心中也非常感动 五年过去了 这帮乡亲们 还是这么淳朴热情 还记得他 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第490章 风起云涌 小牧 晚上我们几个 留下来陪你一起吧 这四里真的闹鬼 不止一次了 你一个人不太安全 一个中等个头 身穿着廉价迷彩服的小脑袋 年轻人 洗了一把脸 把泥子洗掉了 笑嘻嘻地道 不用了 抄子 你们回去吧 李牧笑着 过两天 该出去打工了吧 听说你哄了一个湖南的妹子 年底就要结婚了 别让人家在城里等着你 年轻人叫做王思超 和其他几个笑嘻嘻的小年轻 都是李牧以前的玩伴 也是初中同学 一个村子里的 高中毕业之后 没考上大学 带学了一手好厨艺 在宝基市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今天是听说李牧回来了 王思超专门开着小轿车 约了昔日的发小 来帮忙修整燃灯四 以前发小的情分 一点都没忘 现在看到 还透着热情戒 嘿嘿 也是 小牧你一个人注意一点 对了你手机号对少啊 还没有时间啊 得 明儿我来的时候 给你带一个 那我先走了 王思超道 李牧又对其他乡亲们道 多谢大伙帮我修起寺院 这样 等我手头的事情忙完了 摆几桌 大家来凑凑热闹 摆流水席 是村里感谢乡亲的传统方式 大伙就是一阵哈哈大笑 那可一定得来吃顿好的 小牧一看就出心了 张大爷巴搭巴搭地抽着烟锅子 笑咪兮兮地道 天黑下来之后 人都散去 李牧一个人在修气了大模样的人灯四中就住了下来 夜色渐深 电线已经重新拉好 李牧在院子里架起一个大路灯 然后脱掉外套 再铲掉了杂草的树林里开始练功 像是五年前一样 摆开了真五拳的架势 一招一式 加上起式 练成的一共是七招 连接反复 如热身一般 地球上 地球上虽然说有了一些灵气 但距离神州大陆还差得太远 李牧施展真五拳的时候 就觉得比神州大陆上辛苦了一些 修炼的效果也差得很远 练了一会儿 李牧回到禅房里 打开了电视机 开始看新闻联播 村民们对李牧非常照顾 一下午的时间 不但电线拉好了 网线也解决了 如今这些设施的办理 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且网速简直是光速 可选的电视台也有数百个 价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电视画面突然一变 因为太阳黑紫风暴进入了活跃期 导致全球千名以上的高空 电磁紊乱电子仪器失灵 从今日下午开始 国内的飞机航班已经全面停飞 根据民航总局的消息 不只是我国将内 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 全球的飞行器都将暂时停用 我国居民可以选用乘坐铁路和汽车方式出行 这两种交通工具不受影响 突然出现的这一则新闻 引起了李牧的注意 飞机停飞 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飞 他立刻就联想到 自己昨夜 从甘肃飞过来的时候 用了比预想更多的时间 只怕真相不像是新闻里说的这么简单啊 但新闻里说 貌似火车和汽车 不受影响 难道说在高空飞行 会有异象出现 而地面行走的话 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可就奇怪了 如何可以联系上你们说的这个李牧 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会议室里 鲁冰再次见到苏挫和宋昌林的时候 脸上的神色已经显得非常凝重 小牧说 如果有需要 可以去宝基士然登寺找他 苏挫曾经是军人 所以在面对部队首长的时候 不会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说了出来 李牧当时留下联系地址的之后 就告诉苏挫和宋昌林 这个不用保密 可以告诉任何人 鲁冰道 他说过 愿意为国家效力 是吗? 苏挫迟了一下 宋昌林道 小牧说 他也是炎黄子孙 所以如果国家需要 他不会袖手旁观 鲁冰道 希望他能够出山吧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明日一早 部队首长会亲自去燃登寺去拜访 希望你们两个可以陪同一起去 毕竟只有你们认识李牧 苏挫明白了什么 道 国家这么快就遇到麻烦了 是因为先驱号的事情吗? 鲁冰点点头 道 七大国的高手 都来了 真理社 圆桌骑士 枫叶园 兵园 黑龙会 哲司团的数式位S级高手 都以各种方式入境 加上秦陵洞天可能开启在即 所以我们的人 已经折损了一些 有些不够用了 如果李牧真的如你们所说 实力无敌的话 也许可以帮到我们的忙 我去 朱挫立刻点头道 这位英气轻利的女军人 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李牧能够为国家效力 这一次既然军方首先释放出善意 那她当然也愿意亲自去说服李牧 是谁? 是谁杀了我师弟? 一个深入铁塔 面如黑炭的中年道士 闯进了医院里 面色阴沉的盯着 躺在床上包扎的如同粽子一样的铁军 张有发等三大金刚 质问道 赤士 是一个神仙 铁军回想起当日那一幕 眼睛里依旧是恐惧 放屁 什么神仙 我师弟就是神仙 中年黑道士大怒 以为这三个人 在敷衍自己 张有发连忙将当日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胡说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种人 中年黑脸道士听完 一副你特么的还侮辱我的智商的表情 冷笑道 御刀飞行 你咋不说跳上了飞机飞走了呢 好了 让我来吧 以为头发灰白的老道士 扎着发迹 走过来 盯着铁军 道 看着我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 似是有漩涡流转 令铁军一下子目光就呆滞了 仿佛是被控制了一样 片刻之后 老道士面色震惊地收回目光 他又施展了铜树 连续看了张有发等其他人的眼睛 读取对方的心思 这种一种读心术 只有修为高深的人 才能施展出来 片刻之后 老道士脸上的凝重之色 越发浓郁 师父 到底 中年黑脸道士看向老道士 回去 老道士直接转身就走 啊 中年黑脸道士觉得莫名其妙 道 可是陆师弟他 闭嘴 老道士道 让人订好今天就回天水的高铁票 我们回流云关 告诉陆家 这件事情 我们只怕是解决不了了 啊 中年黑脸道士心中震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师父读心术之后 竟然看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陆师弟在流云关中修行 但并未真正出家 因为出身的家族很厉害 盘根错节 在西北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一听到陆师弟的死讯之后 流云关派出了身为药王殿主做的师父 来追查 就是为了要给陆家一个交代 但是现在 就这么回去 看到老道士的神色不善 中年黑脸道士也不敢再问 难道那三个躺在床上的残废说的是真的 他心里糊疑到了极点 流云关在俗世中 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西北 所以高铁商务做的票很快就买好 来的时候 他们还乘的是飞机 但现在国家进空 全国的飞机都停飞了 所以如今最快的交通方式 只能是高铁了 七个小时之后 两人回到流云关 流云关位于天水明山麦基山上 原本只是一个小道观 名不见经传 但自从四年之前开始 突然名气大涨 出了几个厉害人物 西北三省的富商权贵 多有到访 如今流云关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道观在三四年间翻修了四次 一次规模比一次大 如今门中弟子有数千 人数众多 老道士一会去 立刻就找关主去汇报了 中年到时站在福西殿外 看到一位马脸师兄 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我看到 关外面好像是停了很多车 有客人来访吗 陆家 马家都来人了 拉卜愣四合齐连山的人 也来了 据说是要商议秦岭洞天的事情 联合起来 向政府要名额呢 还有 听说燃灯四那边 也有动静了 马脸道士道 燃灯四 中年黑脸道士惊讶地道 南道士那个得到了龙孩的老骗子现身了 马脸道士道 那倒不是 听说是老骗子在外面读书的孙子回来了 重整燃灯四 要接过老骗子的招牌 他那个孙子 不是失踪五年了吗 是啊 各方追查了五年 都没有找到线索 结果现在人家莫名其妙地回来了 很有可能是那个老骗子安排的 消息传出去 西北三省的同道都被惊动了 有些人已经敢往燃灯四了 马脸道士说着 道 呵呵 可怜了那娃 估计会被吓死 吓死道是好的 只怕是下不死 他会被各方吃的连骨头都不胜疤 嘿嘿 有些人的手段 死人都会颤抖 中年黑脸道士幸灾乐祸地道 说话之间 福西店里 走出了数十个身影 僧道俗都有 年龄不一 但都气势不俗 直接来到了停车场 各自都有专职司机 驾驶改装过的豪车 驶出麦基山 朝着宝基方向及驰而去 宝基市高新区 李牧打听了一番 才来到了在水义方小区大门口 王诗宇的父母 就住在这个小区